在这个时候发射场是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紧张的准备状态 复两小时的倒计时 而与此同时承担发射段测控任务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飞控大厅也是已经准备就绪了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我的同事何颜柯 颜柯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情况 好的 王爷 我估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和我心情是一样的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发射场的情况 因为毕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所在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将会从火箭点火之后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火箭和飞船分离的那一刻开始 接管整个发射任务的控制 也就是说从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一直到最后 整个神舟十三号的发射任务的中枢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所在的这样一个大厅里来进行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现在火箭还没有发射 但是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已经非常的忙碌了 很多岗位上已经是做满了他们的工作人员 另外其实不仅仅是今天 在这几天他们一直都在忙碌着 在忙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为神舟十三号上天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这种准备主要是来自于正在我们的上空 在绕着地球快速飞行的天鹤核心舱 和我们空间站组合体的一种准备 这种准备主要是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做好交汇对接的准备 特别是在像导航系统 通信信号系统 还有测控系统等等这方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神舟十三号 在发射升空之后将会进行一种 特殊位置的交汇对接 就是镜像对接 在这样一种镜像对接的过程之中 它有可能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 在某一个区域之内 会和自己的中继卫星失去信号的联系 那它也会从而失去和地面的联系 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绝对不允许它发生的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天鹤核心舱 以及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 将会成为它的一颗暂时的中继卫星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我们的空间站会暂时的成为 我们神舟十三号的一个WiFi发射器 让它能够和我们的地面一直保持联系 所以之前我们已经从北京航天城 对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了充分的测试 那另外一方面的准备 就是要做好载人环境的准备工作 我们知道我们的空间站 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再生生保系统 也就是说给我们航天员长期载轨工作生活 来提供充足的氧气 合适的湿度以及温度等等 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我们的三名航天员已经回来了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到现在的前几天为止 可以说我们的再生生保系统 是处于一个待机模式 因为毕竟这个系统挺耗费电量的 挺浪费能源的 所以需要把它暂时的关闭一下 那这不是马上要再派三名上去了吗 所以要提前把它们再打开 给它们创造非常适合于生活和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 让它们能够更好的进行后续的空间站的生活和工作 另外我想再给大家特别的提醒一点 就是这一次我们神舟十三号 与我们空间站组合体的对接方式是镜像对接 什么叫镜像对接 我拿一个笔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一共有五个对接口 分别是在前面 后面 左边 右边 以及下面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前面 后面都被站满了 因为前面是天舟三号 后面是天舟二号 我们说这个粮草先行 他们已经给我们的航天员带去了充足的物资 所以这一次神舟十三号的发射 只能是从下面这个口从上来进行对接 那当然这样一种全新的对接模式 也是给了我们整个对接过程 带来一些新的难度和挑战 以及前所未有的一些情况 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完全 可以应对它的考验呢 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有信心的 因为在神舟十二号期间 他们已经帮助神舟十三号 做好了这样一个镜像对接的实验 当时神舟十二号距离我们的 下方的镜像对接口只有19米 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绝大部分的镜像对接的这种验证工作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信心满满 可以看到我们神舟十三号之后的精彩表现 那在北京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前的预祝 我们火箭发射成功 神舟十三号尽早的进入轨道 那接下来呢 当控制权交回到我们的北京航天城之后 我们会持续的在这里 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好 王妍 好的 非常感谢颜柯带给我们的报道 好 加油 好 只好